第四百三十八章 灵智 柳云 灵云王朝 当那平淡的声音在这片半空中传荡而开始,不少人的面色都是微微一变,寻迹眼神无比忌惮地望向那出现在海沙身旁的一道人影。 那是一名身珠白衣的男子,模样俊秀,衣衫之上绘着云彩般的纹路,脸庞上挂着一种清风云淡般的笑容。 此人不论是气质还是模样,都算得上是不错之选。 当然,最让的人忌惮的却并非是这些,而是在现出生日时那举手投足间所散发而出的一道道强大波动。 这等波动,比起海沙这些半部涅槃境的强者,不知道强上了多少。 灵洞的眼瞳也是因为此人的出现,瞳孔微微一缩,他能够感觉到面前这白衣男子的强横。 灵洞,此人是灵云王朝的灵智,据说此人只要凑齐足够的涅槃丹,便是可正式的冲击涅槃境。 而且灵云王朝的势力几乎能够与一些高级王朝相比,得罪不得。 摩铁同样是因为此人的出面面色凝重起来,而后凑见灵洞,低声说道。 灵洞面无表情,他同样是知道这灵云王朝的强大,但这却并不能让他如同其他人的那般感到敬畏。 这灵智的实力的确不错,可毕竟不算是真正的涅槃强者,若是要动手,灵洞倒还真不是非常的怕他。 灵智兄! 那灵智见到灵智现身,脸庞上也是用些大喜之色,然而还不带他说什么,那灵智便是缓缓地摆了摆手,目光带着一点奇特地看向灵洞,微笑道。 这位朋友,今天的事,海沙的确是有些不妥的地方,不过毕竟那禁木才是主谋,如今你已将其斩杀,想来这火器也是出得差不多了,这件事情就这样先过,可好。 灵智的声音还算平和,在先前的时候他也是见到了灵洞的实力,虽说以他的实力再压上灵云王朝的强横,灵洞在他眼睛中并不构成太大威胁,但他也并不想平白地树立一些敌人,特别是在这种时候。 所以如果不是念在海沙与他有旧的原因,他或许也并不会出面。 周围的那些人听得灵智这番话,都是略有些诧异。 灵云王朝的名头他们自然也是听说过,但没想到后者的语气竟然如此的平和。 海沙的面色倒是因为灵智的话有点小变换,他还以为灵智现身会为他争个面子,不过听这话,显来灵智是不愿意和灵动交恶,这倒是让他有些失望。 不过这情绪他自然也是不敢流露到脸庞上来。 灵动显然同样也是有点诧异这灵智的和气,他还以为此人现身会为海沙出头。 所以在听得后者所说时,他面色也是略作缓和。 虽然他并不怕灵智,但毕竟其身后还有着一个诺大的灵云王朝。 在这个时候,得罪这么一个敌人也并不是他所愿意见到的,当下略奏陈隐,便是说道,既然灵灵云王朝都是出面了,这面子自然是不能不给。 今夜的事便这般先过去了,不过话也说在前面,若是再有下次,或许……。 灵动的话却并没有说完,但那盯着海沙而略显冰寒的目光,确实让得众人知道他话语之中的意思。 那海沙同样是听了出来,面色变了变,心头颇为的不愤。 这种被当众威胁的事,他可还是第一次遇见。 不过,不愤归不愤,先前进幕被灵动所斩杀的事,对于这海沙冲击力还是极大的。 因此,虽然明知道灵动等级比他还要低,但一时半会儿竟也是不敢再表露敌意。 哈哈哈哈,这今夜倒是看了一出好戏,灵智,看来你的面子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呀。 就在那海沙心头不愤世,突然又是一道大笑声响起,而后众人便是见到了树道身影略来。 那是大元王朝的柳元?没想到连这人也是被吸引了过来。 当众多的目光看向那略来的身影时,当下周围又是爆发出一些切切似语声。 谁都知道,阳城中最为强横的两大王朝便是陵云王朝以及大元王朝。 灵动的目光也是看向那被称为柳元的男子。 此人虎背熊腰,身材极为壮硕,双掌如同熊掌一般宽大熊厚,给人一种极为强烈的压迫质感。 另外,从其体内若隐若现涌出的波动来看,显然也是如同那灵智一般,达到了只需要凑齐涅槃丹,便是能够正式地冲击涅槃境的层次。 灵智目光淡淡地看了柳元一眼,以他的心机自然是听出了这家伙话里的挑拨之意,双方平日就不对路,后者显然是巴不得他们凌云王朝在这里得罪一个有点棘手的对手。 当然,若是他真的如了这柳元的愿,或许他就不叫灵智了。 柳元,这里的事儿就不需要你在这里胡乱搅合了,这些无用之言还是少说为好。 花烟落下,灵智转过头对着林栋一抱拳,然后便是带着人转身离开。 虽然林栋的那种话的确是让得他的心头略有点疙瘩,毕竟不管怎么样,灵云王朝在这阳城都是顶尖之列。 平日的时候,他若是要说什么,其他王朝谁不是立马附和,类似林栋这种态度倒是很少遇见。 不过,搁得是有点,但这一灵智的心机自然是不会暴露什么。 哼,这个小子拽个什么,大师兄对他何必这么客气? 是啊,我们灵云王朝出面,没让他赔礼道歉就不错了,竟然还敢说这种话? 而在转身走出一些距离时,那跟着灵智而来的一些灵云王朝的强者却是忍不住得到。 在阳城,他们谁不是风风光光,诸多王朝都是要看他们的脸色行事。 但今夜,这林栋的态度确实让得他们心头有些恼火。 这林栋的势力不过造化性巅峰,但却是能够斩杀半步涅槃强者。 你们能办到吗? 灵智步伐平缓,对于手下这些声音,他双眼微眯,玄机淡淡地道。 闻言,那些不愤的人顿时一致。 遭到五名半步涅槃妖手追杀,并且深入妖潮,全身而退。 你们能办到吗? 众人再度一致,面色的那种骄横也是弱了许多。 因为他们明白,这里的事他们一件都办不到。 但这也不足以让那个小子在大师兄您的面前这么张狂啊。 沉默了片刻,终于是有着一人倒。 这种人做事都是有着支撑他们这么做的资格。 他在我面前并没有如同其他人的那般敬畏,不外乎有两种原因。 一是蠢货,二是他拥有着不怕我和凌云王仇的底牌。 灵智双手赋予身后,缓缓地道。 众人再度一正。 第一个原因呢,他们自然是直接给排除了。 林栋做出的事连他们自己都办不到。 如果说他是蠢货,那他们是什么? 而既然如此,那便只有这最后一个原因了。 想到此处,他们眼中也不免有些惊讶与怀疑之色,实在是有些难以想象。 那个一看便是来自低级王朝的小子,怎么可能会拥有着这种不惧他们凌云王朝的底牌? 望着灵智等人离开的背影,林栋也是收回目光,看着周围那些一道道惊奇的目光。 他知道,在接下来的一些时间中,应该不会再有什么不长眼的人来得罪他们了。 哈哈哈哈,这位朋友今夜倒还真是抢眼呢。 在下柳园,来自大元王朝。 那柳园的视线也是在林栋身上扫了扫,玄机抱拳豪迈地笑道。 哈哈,在下林栋,他知道,不论是凌云王朝还是大元王朝,都是扬城之中极为强大的势力。 若是在以前,或许自己并没有与他们相处的资格。 不过今夜的事,显然也是让得这两大势力开始正式。 而从这柳园的笑容中,林栋也是能够看出一些结交之意。 不论在哪里,强大的实力,总归是最重要的。 接下来的时间中,那柳园也是再度和林栋熟弱地交谈了一番,而和方才笑着告辞而去。 哈哈,林栋兄,这下子你的名声可是有些大了。 连陵云王朝与大元王朝都是对你刮目相看。 见到柳园离去,摩铁在一旁有些羡慕地笑道。 林栋笑笑,对此倒并没有什么欣喜得意之态。 这两大王朝在摩铁他们眼中或许极为的强横不可敌, 但在他的眼中却也只能说是不错。 所以对于灵智与柳园的低姿态,他也是并没有感到受宠若惊。 整理一下吧,天亮之后我们还得启程呢。 经历了今天的事,不知不觉,林栋在这个圈子中说话的分量也是变得重了起来。 所以听得他的话,那摩铁、唐轩等人也是笑着点了眼头。 隐隐间,圈子之中的重心位置仿佛是从摩铁的身上转移向了林栋。 而对于这种细微的变化,那外表粗壮、内心细腻的摩铁也是有所觉察。 不过对此,他倒是并没有什么感觉。 因为今夜,林栋所展现出来的不论是实力还是魄力, 都是足以让他承认后者的地位。 一夜的雪战终于是在天空上的晨辉刺破黑暗,照耀在大地上时宣告落寞。 望着那满地的寿石以及飘荡在空中浓郁的雪晶味, 不少人都是有着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。 不过很快的,这种感觉又是被即将到来的期盼所冲散。 因为他们知道,他们今天便是将会抵达那蕴藏着重宝的雷烟骨。 只要能够从中得到一件宝贝,想来这一次的冒险都是极为的值得。 但是,他们说,他们是将冲散的顺客。 他们想要冲散的雷莓。